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少女迴戰啦 那最近的話呢 5月20號是我們的滿月季啦 也就是我們這個... 欸 少女迴戰應該是一個月了這樣子喔 應該是滿月了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有非常非常非常地多的獎勵 還有非常非常非常地多的活動 那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有一個禮包嘛 KOG520喔 這邊領起來的話就有十連抽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款遊戲其實它 送的還是頂大方的好不好 頂大方的 好 我們先來領起來喔 這個頂包 好 這邊的話會獲得一個幸運福袋 還有我們十張的邀約券的SSR喔 不過SSR邀約券的話就顧名思義 只能用到SSR的角色上面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滿月季 那今天的話呢 角色池也是滿滿滿 好不好 一大堆妹子 所以大家可以去挑自己喜歡的 然後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那個 諸葛亮的UR加 是來了好不好 UR加是來了 所以今天就看一下狀況如何吧 好 來看一下 滿月季 這個又是我們那個 諸葛亮的UR加啦好不好 他是穿的這個 類似我們那個什麼 和服嗎 就是日本人他們在過年的時候啊 就是他們過年是跨年的時候 跨年的時候基本上就會有這一套衣服這樣子 還滿不錯的 然後有一大堆這個挑戰 那從我們這個5月20號開始 所以這邊的話 趕快來把握時間 應該跟我們之前那個一樣吧 就是 對 跟我們就是那個 跟我們之前那個就是什麼 文中的那個差不多 可是這個 全部拼完是獲得UR加的這個 髒角欸 啊怎麼是髒角啦 87喔 啊怎麼變成髒角了 啊怎麼不是諸葛亮 UR加的髒角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應該也是可以用之前的那個方法 就是到最後的那個時間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用這個 立即完成的這個方法 不過這邊的話 最好還是就是好好的就是來就是 拿一下我們這些東西 哇 所以這邊 這一次有兩隻UR角色欸 一隻是我們這個UR加的諸葛亮 然後另外一隻就是我們UR加的那個 髒角了喔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裡面的話 也有非常非常非常多一些獎勵 那就是努力的來完成我們這些活動 應該就比較 沒什麼問題了喔 好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滿月季 結果滿月季我還以為裡面是那個咧 就是UR加的諸葛亮 他明明圖片這邊就是諸葛亮了 慕名其妙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抽卡這個部分 應該是蠻嗨的喔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好的 那這邊的話大家看到這部影片 欸 怎麼感覺好像被切斷的樣子對不對 沒錯 好不好 那是因為我沒有吃黃標了 不過後來哲平剛剛就一直在重新測試啊 然後我也把我就是自己之前的那個 沒有黃標的影片上傳上去了 那目前來說好像 我覺得他晚上的階段的時候 晚上在審核的時候好像比較嚴 那機器人比較容易趴帶吧 所以晚上如果要丟這個少女回戰的話 好像就很容易吃黃標 因為像我之前的有一幾部好像就是 白天丟的時候好像就沒有黃標 然後到後面也都沒有黃標 但是 我把那些影片都再上傳一次 然後現在這個階段的話就是會黃標好不好 所以我之後可能就是分十段上上看吧 那目前來說如果大家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就是可能分十段的效果也沒有用好不好 然後我這部影片我就是 全程好不好 不然我全程就 開在這個畫面 我就來看一下 你如果這個畫面你都黃標那 那我就覺得他是在針對這個遊戲 也有可能啦 也有可能他在針對這個遊戲 那我們前面的部分的話有跟大家介紹完 就是我們這次滿月季的東西嘛 然後 哲平的話後來我自己也抽了就是 就是諸葛亮的部分 但是諸葛亮那個地方的話 欸沒辦法黃標了好不好 所以沒辦法給大家看 然後哲平也盡量夾帶私貨了 瘋狂夾帶瘋狂的私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好不好 但是哲平還是會努力看一下能不能用上去 因為目前感覺最大的原因好像就是那個 時間上面的問題吧 就有夠白癡啊 就是時間上面 晚上上傳的時候就吃 啊我白天上傳的時候就不會吃 而且我之前沒有吃的影片上傳上去還是吃好不好 這就是Youtuber好不好 這就是Youtuber 所以就挺麻煩的 而且大家如果有玩這款遊戲的話 就會知道其實這款遊戲 根本一點的也不十八好不好 我只能說有一些地方有暗示了一些意味啊 但是我說真的網路上一定有更多 比這個還誇張的東西 但是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Youtuber就是不放過這款遊戲好不好 那 目前來說的話呢 哲平這邊原本元寶是72000還是73000多吧 然後 我抽那個就是 諸葛亮的時候我中間是有那個 抽到5000元寶好不好 所以抽完之後的話 那全部抽完我基本上那個時候好像有68000多的鑽石吧 所以基本上等於是我花了5000多鑽石還是6000多鑽石 然後是順利的把那個元寶直接給他 很少抽很少中啦好不好 所以我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至少我今天抽了這個 諸葛亮喔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左邊這個有沒有 UR的這個諸葛亮 我就不要給大家看太多了 不然到時候又出什麼事情 我先來測試一下啦 我最近應該會先看一下就是 究竟怎麼樣拍這個 少女迴戰會比較不容易黃標 我就以那個方式來拍喔 然後也就盡可能就是帶一些就是那個 比較好的那個就是福利畫面給大家 要不然真的沒辦法 我是說真的這款遊戲根本就沒什麼 那就是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會被擋 像我們上一次那個張宏剛張招的那個雙胞胎 抖來抖去 有人是跟我講說有可能是因為 張宏跟張招是兩個女生啦 所以女女的話 女女像可能youtuber不吃 然後可能就 黃標 然後 諸葛亮這一次的話 有可能是因為人家是蘿莉 然後你穿泳裝 喔 黃標 莫名其妙有這樣子嗎 那我其他遊戲 為什麼其他遊戲不會這樣子啊 其他貓命大安徵八戒晃的那樣 也沒有什麼事情啊 我不知道耶 可能是因為 少女迴戰直接被那個吧 但是說真的 因為我也有想說 可能是名字的問題 但是 我名字這邊如果沒有打少女迴戰的話 好像也是會吃啦 所以就 頂麻煩的 我再慢慢測試一下 我慢慢測試一下 目前來說感覺好像是因為 晚上的時段好像比較容易吃 那我們就 白天上傳一下其他部 如果大家沒有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就代表我們白天上傳那部的話 應該就是穩定的 如果大家看到這部的話 我可能就要再慢慢去抓一下 究竟要怎麼樣去過那個審核 好不好 就很麻煩 有夠白癡的好不好 這遊戲的精華就是那個2DLine 晃來晃去跟大家互動了嗎 結果現在全部都不能播 是在哭對不對 而且明明就也沒什麼 待會的話 最後面我會看一下 能不能夾帶一下死活好不好 我們就 所有畫面都長這個樣子 然後 我們最後面要結尾的時候 我來放一下 冰棒給大家看好不好 因為這次的話 諸葛亮這個部份的話就是 那個冰棒比較危險一點點 但是那個冰棒也沒有說怎麼樣 他就只是吃冰棒吃得很開心而已啊 是在哭 就很莫名其妙好不好 就很莫名其妙 那這次基本上的話 寶物的部份也沒辦法讓大家看了 但是 我們就直接 就讓大家看這個 我們拿到寶物 拿到寶物喔 基本上是諸葛亮的這個 明天劍好不好 是還不錯的 這個 所有武將會心抗性加320 但是重點是你要UR加的武將 才會有更多的生命值好不好 這個有點難 因為 你必須再累積更多的UR加的角色 這個明天劍的話就是我們這個 諸葛亮的這個寶物 那他就是在他的圖的 左邊的部份啦 點他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 最近的話因為今天是520嘛 520的話基本上有這個 愛心好不好 有這個 所有武將力量加260 所有武將敏捷加260 跟所有武將的智力加260 所以我覺得 這款遊戲其實一直不斷在送我們一些 寶物的東西 再加上就是我們最近的那個 抽獎券啊 也非常非常多 不斷在累積 不過抽獎券有點 可惜的地方就是 他只能抽就是我們那個啦 他只能抽我們就是那個 SSR的武將 所以你必須就是 要拿到更多的那個 元寶才可以抽就是UR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玩到最後的話 基本上SSR的券子的話 應該是可以把我們就是所有的武將 都給他 抽到完畢好不好 應該是可以把SSR全部抽出來 但是接下來的話 應該就是要用元寶了 不過元寶這邊的話也不用緊張 因為我們有炸彈的系統嘛 我們是可以用那個 元寶炸彈直接把這個 炸彈給他炸爆這樣子 應該是沒啥問題的喔 目前來說因為 我覺得 我現在拍起來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我之前拍的時候沒事 但是 我現在要弄的時候有事情 所以就會變成就是 我不知道究竟哪些可以拍 哪些不能拍你知道嗎 有些包緊緊的部分 像我們那個雙包胎 張宏跟張招也沒辦法拍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 當下的晚上的問題啦 所以如果 知道出這部影片的話 我可能盡量看一下 白天可不可以過 如果大家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就代表白天也過不了了好不好 那 真的可能就是 就是YT就看你不爽 那就沒有辦法 那 如果大家沒有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哇那就是 可喜可惡 白天的話應該是可以過那個審核 所以 目前來說我自己研究出來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的 晚上的時候可能尖峰時段吧 機器人可能比較爬帶吧 他只要看到就是 一點點那個 裸露的畫面就不行了 那我們上次的話 基本上我是張宏跟張招那邊 突然亮一下 然後我們抽蛋的那個部分 我們有換成就是 關羽的那個肉胸圖嘛 就是比較 比較呈現胸部的那個曲線的圖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 旁邊的那個諸葛 那個我們的劉備 對 那個的話基本上 應該會吃 但是我們 那部影片上傳的時候是沒有吃的 然後 我是 中午的時候上傳的 然後 這一次的話基本上 這邊的話 晚上剛剛在上傳一次那部影片的時候 就吃黃標了 所以 我合理懷疑喔 應該就是 晚上的問題 好不好 我真的很佩服自己耶 我現在 什麼畫面都沒有 我也可以跟大家講一大堆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那個啦 好不好 很可惜耶 這一次 諸葛亮這個明明就 還蠻不錯的 阿就不知道在擋他小 你知道嗎 真的不知道在擋他小 好不好 那這一次除了我們就是那個 UR 諸葛亮整品有抽到以外呢 接下來可能就是要努力看一下 能不能抽到這個 UR加的這個諸葛亮了 那UR加的諸葛亮的話 就是我們滿月季這邊的這個 欸 和服的這個妹子 這看起來應該就沒啥問題 如果這片還是黃的話 我跟你講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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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無話可說了 我也無話可說了好不好 那這個都是我們UR加的諸葛亮 這樣子的感覺啦 那 劍仗哲平是不太會 以就是武將的那個 強度來去評判 就是大家該不該抽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所以 我都是聽大家講的啦 大家是說諸葛亮不錯 所以我就會去抽他這樣子 那 角色的能力的話 不是哲平所看中的 因為我就是能夠推關卡就好了 那我所看中的就是 這角色到底香不香 那你香不香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我們的純印就解決了嘛 這幾天也有給大家看到很多的純印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看爽爽 那你也可以就是找一隻 就是自己真的很婆的 像哲平一開始就是 我覺得杜斧的那個 側魯真的超婆 那我就把他抽起來這樣 要不然就是 你繼續累積我們這種就是拼圖的活動 然後把張角給他 弄出來也不錯喔 那這張角的話是直接取得 UR加的武將張角 那我不知道如果 我們直接取得 UR加的武將張角的話 沒有取得UR的話 這樣能不能順利的上去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就進到我們今天的正片環節啦 我看一下能不能夾帶失禍好不好 快速的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諸葛亮的這個冰棒 那很可惜 因為我們在抽卡畫面 那個抽卡的那個 真的很high好不好 但是就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就代表我們真的只能用這種方法拍了 如果沒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享樂 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夾帶失禍 來 換到夏日 蘿莉 然後拉遠一點點 來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最精華的部分 好不好 就是這個 來 撞一下我們的諸葛亮 然後餵他吃冰棒 沒有問題吧 這個還好吧 這到底有哪裡 哪裡哪裡不能播了 奇怪了對不對 啊就是這樣而已啊 就這樣子 only only這樣子好不好 但是沒辦法 盡可能啦好不好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遊戲的2DLive 真的是 就是這個遊戲的精髓 如果你要我玩這個遊戲 不拍2DLive 給大家分享的話 那真的可以不用拍了 好不好 好啦 那我就盡我所能啦 那大家有沒有抽戰士的諸葛亮呢 也可以分享給哲平 知道你們抽了多少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